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从生活中践行 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 欢迎收看本期意想天开之 我爱这蓝色的海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芝麻 此刻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但是看不清我对吗 因为我正置身在一片深蓝当中 就像在深蓝的大海里一样 这里其实是一个海洋环保为主题的主题展览 置身在深海当中 如果我的周围有灯笼鱼就好了 它的学名叫做安康鱼 如果它们在会有什么效果呢 来 看得到我 看不到我 看得到我 看不到我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寻找本期节目的选手了 欢迎来到意想天开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选手们在哪里呢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祖国的海将壮力宽广 我们是来自 在深海洋 在深海洋 他们就要是 在深海洋 还有 我爱 что 我们是 我们是 国家的海洋 和 更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有很多的海洋生物 而且你看这边还别着海星 这边还穿着水母 今天啊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主题 我们的活动当中 不但要表现的是 你们对于海洋环保的创新思维能力 同时还要展示你们的动手能力 更重要的是 要表达你们对环保的新主张 据我了解 你们在这之前 还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帽子秀是吧 那这样让我们先来一度为快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我用了家中的玩具和一些塑料作为装饰 大海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看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太空主题的 上面的毛球像星星一样 还不错吧 这是我用废旧纸张做的牛仔帽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太阳能环保主题 呼吁大家环保生活 这是我的海洋动物嘉年华 我要设计的 这个帽子不是这么设计的 应该是这样的 它叫和平帽 它用费旧塑料泡沫和材质之格而成 因为我希望世界和平 我的设计理念是炫酷 我平时爱好体育 看 我把剑子 用到了我的冲衣帽子上 旧牛仔繁星热带风情帽 主要结合了羽毛 蕾丝 亚麻 旧牛仔 还有彩色龙条 使人们感受到了热带海岛风情 创意帽子笑 我的创意帽子叫飞翔 我是通过天空中翱翔的鸟儿 得到了灵感 我通过青的塑料袋 还有椰拉罐来表现鸟儿的羽翼和羽毛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童话 我的灵感来源于每个女孩子 都会有的浪漫的公主梦 我用了轻轻点点的白纱 蓝紫色的棉线 还有花包的造型 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梦画帽子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生命之术 它的灵感来源于一个舞蹈动作 由12个人手拉手拍成一列 它的主要材质为硬纸板 我想表达的是五彩斑斓的自然世界 和它们丰富的层次感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做森林精灵 上面是用黏土做的鹿角和多肉植物 下面是代表着森林中各种各样植物的麻绳 和代表着飞鸟的羽毛 我做这个作品是为了表现出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古彩斑斓的羽毛 腹骨气息的麻绳链子 还有手工制作的黏土多肉植物 真是让人惊叹 三队选手面对创意帽子环节 每一位都是全力以赴 打开科学创意思维 呈现选手各自的精彩 每一位选手的创意都是精彩分成 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任务中 选手要合作起来 看看三队选手 他们又有怎样精彩的集体创意和表现 哇 看完你们的帽子秀 我感觉要给我自己的特别的发型设计一款帽子 嗯 怎么样 谁能够获得最佳创意奖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 好不好 好 好 有没有做好准备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同学们如何用自己的双手 自己的思维来展现 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 三队选手齐聚一堂 本轮环节要求各队队长 抽签决定自己的创意任务 任务自调就藏在眼前这个 海洋主题货架上 创意任务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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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用自己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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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鱼 为什么要画这样一个张鱼呢 因为我很喜欢水母 但是水母今天没有 所以我就找了和它相似的动物 张鱼 明白了 这张鱼有点像灯光下的水母 还不同的层次 那你得给我们讲讲看 为什么喜欢水母 水母有什么特点 因为我觉得水母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15亿年 比恐龙还要古老 这是一个知识点 它还会有一种功夫 叫做浮沉术 等会儿 功夫 对 什么来着 什么功夫 浮沉术 浮沉术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 这是一只水母 对吧 然后它遇到了危险之后会怎么样 会放空身体里的空气 放空身体里的空气 就是把空气排出去 然后 下去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等到安全时 它再把身体里的空气冲出来 再浮上去 再冲气 吹气 就 又上去了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哎呀 长知识了 哎 那我来问你啊 你这画的是什么呢 这是猫潜水员 是吧 它来解救一只被塑料袋困住的白鲸 蓝鲸 对 你看啊 解救一只被塑料袋困住的蓝鲸 现在 因为我们 全世界的塑料污染太严重 许多的鱼类 比如蓝鲸啊 鲨鱼啊 还有很多小鱼都会误食一些塑料垃圾袋 或者吸管啊 等塑料制品 所以 小猫潜水员是要通过 把塑料袋带走 去解救海洋生物 保护海洋 对吧 是的 好 在你们的画作完成之后 我要告诉你们 海会有惊喜 但不是我给的 是一位老师给的 究竟是谁呢 先不告诉你们 赶紧画 好吗 好 期待惊喜 动人的美人鱼 变色海马 五彩大螃蟹 有点伤心 被选手心心念念成水母的紫色章鱼 遇到塑料袋危险 需要帮忙的蓝鲸 在可爱的海洋动物中 表达了选手们的高兴或甘忧的海洋故事 接下来等待海之运队的惊喜小环节 又是什么呢 海洋环保新主张 如何从生活中践行 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 来呼吁表达 欢迎收看本期意想天开之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来看一下一个神奇的反应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美人鱼动起来了 我觉得非常生动又很可爱 所以我们更应该爱护海洋环境 不去污染 不去破坏 才能有更多可爱的海洋生物们 跟我们成为朋友 我希望我画的这幅画 能让更多的小朋友 来这里参观的时候看到 让他们也知道 保护海洋动物的重要性 海之夜 加油 用这样非常直观的方式 让同学们感受到海洋动物 看来创意的实现 离不开高科技的辅助和帮忙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海洋风景印象 这是一个名为 《一个海边的夜晚》的艺术作品 在感光沙和紫外线灯的共同辅助下 整个展厅微微发光 好像被月光照亮的海岸线 北京发小队的这个创意任务 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 由此而来 本环节要求选手分工合作 我来打扰一下你们可以吗 因为我看你们这特别像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沙盘 这有什么主题呢 我们做的创作作品 这个主题名叫 《一封来自海洋的信》 来自海洋的信 信在哪儿 这儿 这是一个漂流瓶 这是一封来自大海的信 请你们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 我们拥有共同的海洋 共同的地球 所以也请我们一起保护好它 你的海洋朋友 所以你们是为了漂流瓶 为了这封信 创作出了这样一幅场景 对吧 对 等于海洋中的生物 再向我们人类送信求救 这个绑着这个线 也是用那个渔网 废弃垃圾来做的 然后呼吁我们人类 要保护海洋 保护地球 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用一种很童话 很浪漫的方式 还加入了我们环保的元素 对吧 太棒了 我看到你们选择了很多彩色的这些东西对吧 有什么设计吗 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觉得这个彩色 可以让大海更亮丽 更美丽一些 不像那些被污水排放 都是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见 我特别羡慕你们 你看你们的队名叫发小队 是吧 是 从小一起做一件事 海洋寄来的漂流瓶 告诉我们要保护海洋 是吧 对 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增进兄弟的感情 好不好 好 好 让我们一起 加油 看完了海之运队的 你好 我的海洋动物朋友 和北京发小队 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 在本轮展厅 现场创意任务中的精彩表现后 来自我行我秀队的 五位爱好服装设计的选手们 即将开始 他们在本轮创意任务中抽到的 我们一起来骑车 这个现场任务 听着名字就知道 肯定是要非常出力的任务 习惯了拿绣花针的选手们 能否使出浑身的劲 在任务中表达他们的 海洋环保新主张呢 先来看看这个任务 展厅环境吧 海洋环保新主张 如何从生活中践行 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 来呼吁表达 欢迎收看本期 一想天开之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看看有什么任务 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对于世界来说 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低洼沿海地区最先被海水吞噬 原来 我行我秀队的 我们一起来骑车任务 是在一个环保科幻故事情境中展开的 利用脚踏车控制海平面的升降 选手们的紧急救援行动力如何 一起跟随主持人去现场 听听他们的环保新主张 这不是拯救海洋吗 怎么上上体育课啊 还蹬起来了 加油 你这么骑不挺累的吗 累是累 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的碳排放量在减少 有害物质也在减少 就非常高兴 我们这样骑可以让水平面下降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现在面前这座城市 可能就会被淹没在水中了 你可以稍微停一秒钟 不用 相当于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展览里面有这样一个装置 对不对 然后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碳排放 对 来达到环保的目标是吧 是的 那平时你们都骑自行车吗 骑 以后也骑自行车 上学 是不是 好 下回我也骑自行车来找你们 好吗 好 太累了 我满头都是汗 但通过骑车这种方式 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和有害物质 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虽然很累 但是只要我们这样一点点的绿色出行 就可以阻止有害物 无人海洋环境 在今天我们听到同学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海洋生态环境 的确 目前全球的海洋生态问题 刻不容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展厅当中 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展品 在这样两个拱形桥上 有很多很多的塑料瓶 各式各样 这是艺术家们的创作 这个艺术作品叫做塑料杯骨 你可能无法想象 在目前的海洋污染当中 塑料是最大的污染源 可能有人会想 小小的塑料瓶 怎么会成为海洋的最大污染源呢 也有人会觉得 我家又不住在海边 我用的塑料瓶 真的会污染到海洋吗 其实我们的选手们 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 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 接下来的这组数据 也许会让你觉得 触目惊心 同学们 我们准备参加 我爱这蓝色海洋的节目录制 对 在我们的数据资料调查中 我们得知 80%的塑料污染来自陆地 每年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 对野生动物 鱼业和旅游业 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每年有80万只海鸟 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 因塑料污染而丧生 塑料污染 每年给海洋生态系统 造成的损失高达80亿美元 据报道 已经有超过260个物种 已经吞噬了塑料 或者正被塑料碎片包围 比如 鸡鸡蟹住的也是塑料瓶盖 而不是贝壳 北极熊宝宝们 也正在啃食黑色塑料垃圾袋 2018年 一条小金鱼 隔浅在泰国南部的海滩上 经过医疗人员5天的抢救 也没有挽回这脆弱的小生命 就在当地海洋资源部调查时 发现小金鱼的肚子里 有整整80个塑料袋 重达8公斤之多 这样严重的情况下 小金鱼根本无法进食 导致死亡 就在这个地区 每年都有300多个海洋生物 因为物食塑料袋导致死亡 包括海龟 海豚 金鱼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 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没想到生活中的塑料瓶子 塑料袋 对海洋生物的危害如此巨大 太触目惊心了 听了他们的分享 我知道了塑料垃圾 对海洋的危害十分大 我们应该减少塑料垃圾 少用塑料袋 保护海洋环境 从生活做起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地 学习垃圾分类的方法 不能乱扔垃圾 尤其是平时我们经常喝 瓶装饮料 瓶装矿泉水 或者去超市购物 使用的塑料袋 生活中 在和爸爸妈妈去超市的时候 我可以尽量购买 纸质包装的物品 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没想到生活中的塑料瓶子 塑料袋 对海洋生物的危害如此巨大 太触目惊心了 同学们能关注海洋环保问题 而且把收集到的信息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知道了 怎样能进行海洋环保 作为班主任 我感到非常欣慰 同学们真的非常用心 而且他们在课后 还把保护海洋环境 热爱海洋动物 这样的环保理念 宣传普及给了周围的同学 家人和朋友 为他们知情合一 认真调查 主动行动的作为 点赞 环保新主张 如何从生活中践行 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 来呼吁表达 欢迎收看本期意想天开之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咱们时间这么紧张 要不然我们分工合作 每个人都做一两个海底生物 这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那我们想想我们具体做什么吧 我喜欢紫色 所以我想用塑料袋做一个水母 在两位指导老师的鼓励下 海之运队的选手们采用分工创意合作的方式 同学们 周末你们一定在用心地制作 许老师想看看你们制作的作品 谁来说一说 我用毛根和塑料瓶做的珊瑚及水草 我还有一个可乐瓶底做的一个可爱的小海龟 我用喝完的两个可乐瓶涂上颜料 做了两只可爱的小章鱼 还用彩色西瓜做了很多只漂亮的小鱼 看 这是我用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做的水母 好看吧 还有这是我用巧克力糖纸做的小鱼 还有我用桂圆树干做的水草 这是我用剩余的可乐瓶刷下颜料做的可爱的小企鹅 还有这是西瓜海星和纽扣海星 同学们创意都真不错 那我们最后的制作阶段我们加油 加油 哇 海之运队的选手们真是太有创意了 轻盈的塑料袋变成水母真是非常有创意 抖动起来活灵活现 还有这些可乐瓶子做成的章鱼和企鹅 也是十分生动形象 看来海之运选手的分工创意合作非常不错 他们的这个终极作品又将如何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呢 一起跟随主持人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吧 到了最终的创意展示了 我们看到眼前有一个大家伙 大装置 这是你们队的集体劳动结晶吗 是啊 它是什么东西先给我讲讲好不好 我们海之运队的主题是美丽的海底世界 美丽的海底世界 那这些用的都是废弃物吗 你们先跟我们聊聊用了哪些废弃物 让我听听看 比如说我们有用塑料瓶做的章鱼 用吸管做的海星 还有用可乐瓶做的小企鹅 还有用塑料气泡做的刺刺鱼 还有用塑料袋垃圾袋做的水母 还有许多丰富的可爱的海洋生物 用这些我们的废弃物构建了一个海洋世界对吧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这儿我看到一魔鬼鱼你看对吧 它是有什么做的呢 口罩 这是一个被剪了两个袋子的口罩 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净化器 我就说什么东西能做这么立体 还能粘在上面 实际是把口罩给剪开了 然后叠放在这里做尾巴是吧 对 原来海之运队的同学们 用生活中常见的废弃塑料材料 打造了一个他们心中美丽的海底世界 每一个海洋动物 都是他们精心创意制作的 神动可爱 创意十足 选手们通过利用废弃塑料材料 打造美丽的海底世界 这样一个装置作品 表达出一种反对海洋塑料污染的警示理念 这种创意构思真是非常巧妙 现场的芝麻哥哥也深深领悟到了 选手们的创作意图 赞叹不已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今天你们都是用塑料做出的这些海洋动物 对不对 海洋生物 但是海洋里还真不应该有塑料 这其实给我们提了个醒 给我们报了个警 如果现在我们不珍惜海洋生物 将来我们就只能看塑料的模型了 是吧 对 所以你们的创意非常棒 感谢你们为你们点赞 为你们加油鼓掌 谢谢 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美丽的海底世界这个作品非常的棒 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社会环保的一个行动之中 用他们的研究和探究 然后去参与到环保之中 热爱绿色 热爱生活 那么这样也契合了我们学校这个以爱欲爱 以及绿色欲人的一个理念 孩子们特别棒 给他们点赞 北京发小队的五位男孩子 源自于幼儿园小班三岁时候的相遇 性格迥异的他们玩起来可是非常合拍 八年来他们一直作为好兄弟保持联络 这一次终极作品大比拼 北京发小队的兄弟们 他们会表达怎样的环保新主张呢 北京发小队的男孩子们 终极作品任务已经开始了 你们怎么在队长前过程的带领下 在公园里忙着垃圾分类环保知识学习整理呢 那么我们这次终极环节做什么呢 先说在这个垃圾场这个行动玩的 要不咱们就做关于垃圾场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小人的行动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望远镜行动 这个是黄的行动 看来北京发小队的作品 一定是和垃圾环保分类有关 五个兄弟从小一起长大 他们干起事情来肯定也是相当默契 一起跟随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 一探究竟吧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 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 欢迎收看本期意想天开之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哇 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发现宇宙的奥秘 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不出小区就知道垃圾应该扔在哪里 有这个创意可以给你一道选择题 一道判断题 看看垃圾究竟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要感谢一下发小队 来 谁为我们讲一讲 这是怎么回事 谁把太阳系搬过来了 我们这个座的名字叫星空环保卫士 主要使用塑料瓶 塑料袋 塑料泡沫和纸箱子 北京发小队的同学们真是很厉害啊 星空环保卫士把每个星球的特色和垃圾特色结合起来 帮助使用者们垃圾分类更加一目了然 炫酷的外形加上环保理念真是不错的构思 展示现场的芝麻哥哥也忍不住跟着发小队 学习起了垃圾环保分类知识呢 咱们先来看看你们的太阳系垃圾桶是怎么分类的 对吧 看里边都有什么垃圾 感觉像抽奖一样 废纸 干垃圾 对吧 好 再看这边 看地球里我们搁什么垃圾了 这骨头 是吧 湿垃圾 这也算湿垃圾 是不是 再看太阳里我们放的什么 可以回收的垃圾 是吧 这些饮料瓶 是不是 可以回收的垃圾 最远处的 有这些像药品的垃圾 是吧 包括电池 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 我们要把它们放的远一点 如果小区里或者学校里把这样的垃圾桶分类的方式摆放出来的话 同学们应该会更感兴趣 你们喜不希望自己的学校或者家附近有这样的垃圾分类的地方 非常希望 那就从你们自己做起 好不好 好 有设计 有想法 有创意 还有解决方案 不错 爱好服装设计的我行我修队选手们即将登场亮相 终极作品比拼环节 指导老师圆圆会给选手们怎样的建议呢 在服装设计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突出的是造型 那么这个造型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我们的一个创意连感源 那今天的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要切合我们的主题 那么是关于海洋环保这个主题 大家想一想哪些是关于海洋的一些元素呢 你们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圆圆老师娓娓道来 从颜色 轮廓 面料和纬度几个方面为选手们做了详细解释 给我行我修队选手的建议关键词就是创意和海洋元素 选手们会如何结合服装设计的几个重要元素 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和创作材料 让我们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 这身衣服是什么创意 有什么想法 我的这身衣服呢 它的名字叫水母 然后我的那个主要的材料就是塑料 就是全身上下基本上全都是塑料 然后我的灵感是来源于水母的那种美丽的外形 怎么体现环保主题 在这里就是想建议大家就是塑料呢 它可以被回收 然后再制作成衣服 可以减少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在这里希望所有海洋生物都能被温柔以待 很棒啊 你这姿势特别的高贵 请看这个侧边 我们看到 还真的有海洋元素 很细腻 来给我们讲一下那创意 名字是《怀孕的美人鱼》 我通过用鱼网塑料袋编织袋 贝壳还有海洋球 然后打造了我心中被塑料制品网注的 《怀孕的美人鱼》 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给大家提示 每个生物的子孙后代都应该在没有污染的环境里 健康地成长 我这身衣服叫做希望 这些白色的塑料袋是因为全球变暖 褪了色的海带和一些美丽的珊瑚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乱扔这些塑料 要保护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大风车 转呀转悠悠地转 这里的风景 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 大风车 转呀转悠悠 快乐